多謝主 這個訊息告訴我們 因為人很多時候會這樣想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我的學業、事業、前途 拍拖、結婚 這些是我搞定的 我回教堂就神搞定 你千萬不要搞我的事 有些人會以為這樣 但其實呢 如果我們給神掌管一切 其實是最好 因為祂是掌管一切 祂是祝福的 祂是幫助祂有能力的 祂是凡事祝福的 其實你在網上 YouTube 找葉牧師 你會見到很多人得幫助 即是不同的人得幫助 不同的認識 有些是 他生命沒什麼動力的 有些是情緒病的 有些是 人和神的關係很疏遠的 各樣的問題 但神都興起祝福他們 有些在吃精神藥也有的 但是神也要祝福他們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都在神掌管一切 什麼都在神的手中 好了 人的心意 即是我們的心意 就是我們生的導航 我們 譬如你說 我待會去天水圍 你的心意就是去天水圍 對嗎 那你想著去天水圍 你就會去到天水圍 但如果你呢 你又想著去天水圍 走走走走 你就誒死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天水圍 你又想著去天水圍 那你就誒 我也是 想不想 也不想了 有個車又來 原來 不知道想不想 又不想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想著做什麼 結果那些車就走了 那又再湊現時間 也有些人 一生人的方向是錯了 以致他的問題 真的 整個生命都不能夠肯定 有些人說 那我跟什麼走路呢 很簡單 神的路就是最好的 你走完神的路 神就凡事祝福你的 那我就是一個人版 神怎麼祝福我 有健康 有力量 有聰明智慧 有視力 我未見過一個人 像我那樣 年齡仍然不需要帶路回眼鏡 那樣的東西 以及能夠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很歡迎我去 現在得幫助 神也都 帶領不同的人 神感動不同的人 去跟我們配合 這也是神的恩典 那 大家看到這裏 即是說這個陀手 這裏左邊 就當是負面的 譬如這個陀手 是一個不好的陀手 被魔鬼控制 或者被人意控制 的時候呢 是不好的 或者李小龍 他覺得我夠聰明 我夠本事 我要打贏天下 但誰知道他很年輕 就離世了 即是說 當他用他自己的方法的時候 雖然他很厲害 有些人很成功 但其實他的生命有很多問題 但如果神掌管 就不同了 神掌管 是整個生命都是最好的 因為神是知道一切 他亦都有能力 他有愛心幫助我們 所以 我們知道神是真 我們就希望大家全心跟同神 待會我會講一些證據 讓我們看到神是很真實的 其實我們從小時候開始 就已經不知不覺定了方向 我們不知不覺 這就是個問題 就是你不知道選了什麼方向 但那個方向未必是對的 這裏講到 我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我問你 你有沒有認識小朋友 是這樣的 我喜歡去哪裡 我喜歡做什麼 我不喜歡讀書 我不喜歡什麼 我喜歡玩遊戲 我喜歡玩遊戲 有沒有這樣的小朋友 有 他不知道他一定的方向 他的方向是什麼 任性 當個小朋友 他一直任性的時候 他長大了都會任性 我喜歡跟誰拍拖 就跟誰拍拖 我喜歡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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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會不喜歡做 我就不做了 有些年輕人 現在又不讀書 又不做工 他就是任性 任性成為他一生的方向 但是有些小朋友 他真的從小到大 其實呢 到你們結婚生子女的時候 最好就是從小到大 開始給他 有些責任感 不要說 哎呦 我和你什麼都做了 他洗碗不乾淨 不要緊 給他做一下 什麼都給他幫忙 他有個責任感 比如他吃飯 都有些菜 他一起去撕菜 洗菜 他做慣了 他知道要付出代價 其實這樣的小朋友 長大更加健康 因為他習慣了負責 還有習慣了從小到大開始 就會祈禱的 依靠神的 看到神是最好的 還有會悔改的 凡了罪會悔改的 當小小過定了這個方向 他更加好 但是因為太多人 是用什麼奶嘴呢 給了小朋友呢 是用手機奶嘴 手機奶嘴就是 給他手機玩 他又不會吵了 他又不會壞了 但是呢 其實這個就變了他上了人 變了任性 這句說話一起讀一讀 一子床滿盤皆無數 真的很慘 即是下棋也是 你一走錯一步棋 立即被人贏了棋 這裏也講到一些人生 尼克遜總統 是美國唯一的總統要辭職的 就是因為他水門事件 做一些偷聽的行為 是違法的 另外呢 陳水扁 居然呢 台灣的總統要坐牢 還有我們香港特首曾蔭權也要坐牢 真是呢 我們見到都覺得 唉 為甚麼 你想想你做到一個元首 是不是 真是很尊貴 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元首 初初被人尊重的 現在真是被人抓去坐牢 你想想那個感覺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試過一次 我不知為何那個禮拜 有些不正常 那些功課 不知為何經常忘記做 那我素來是高材生的 全校都知道是最好的 但是那次呢 那個禮拜不知為何 就 總是忘記做功課 結果老師呢 就是 罰我站 就是罰我站 你站起來 哇 我立刻整個人暈一暈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 一向是被 看重那個 忽然間 要罰站 就是覺得暈一暈 他們不是罰站 他們是罰坐牢 是不是暈一暈 真的暈很久 真的 很慘 很慘 所以呢 當一個人一定錯方向的時候 是很不行的 神是掌握全世界 他的預言是非常準確 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有其他預言 但是那些預言和聖經是不能比 也都是不準確的 譬如其中一個是劉伯溫 中國的 那他就說什麼呢 就是有人這樣說 他講的時候沒有這樣說 他就說 鐵樹開花 那後來有些人就說 鐵樹開花 就是說定燈膽 定燈膽 就像鐵樹開花 會發光 但是這個真的很牽強 他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意思呢 但是 聖經預言不是這樣 你會看到的時候 你會看到 原來神的掌權 是很高度 很精密 很詳細 很詳細 不是不斷依的預言 好了 這裏就說到他聽十字架 在耶穌之前一千年 那時候沒有聽十字架 這個東西存在 中國人 有很多殘忍的盈佛 但是中國人沒有釘十字架 日本人也有很多殘忍的盈佛 但是日本人也是沒有釘十字架 但是 在中東的地方 一段時間就有釘十字架的盈佛 這個就是 其實是 神預備祂的兒子 要來到世界上 要受這個盈佛 為什麼用釘十字架的盈佛呢 這個就是因為神 耶穌要承擔我們的罪 和羞辱 因為十字架是很羞辱 其實十字架是很羞辱 其實十字架上 是要脫下衣服 他的囚犯是脫下衣服 而且是公開給人看 他又不會這麼快死 讓他慢慢流血死 耶穌就是承擔一個很痛苦 和很羞辱的盈佛 以至 他承擔我們的罪 又承擔我們的痛苦 又承擔我們的羞辱 這個就是 神安排他的兒子 是這樣的 在寫完的時候 是未曾有這件事 這才是特別的 即是未曾有 釘十字架的存在 我們一起讀 詩篇二二篇十二節 我的精力充滿 如同革命 我的小頭鐵 在浪達床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 你力塵 口中 緬類為了我 我當為了我 偷命摘你我的手 我的腳 偷分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殲 這個經文講到 耶穌釘十字架 但他用個我字很特別 因為這是大衛寫的 大衛寫的 大衛寫 還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大衛不是被人扮死刑的 他不是被人用刺透他的手 拆 拆字 其實是中國古字 因為我們的和本性 已經翻譯了很多年了 如果現在就是刺透我的手 我的腳 就是擲十字架刺透我的手 但大衛從來沒有這樣發生過 分他的內衣為女衣 抽籤 才給我 大衛沒有發生過 但據我我字 有個意思 因为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 有时候要查一下那个 因为大卫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 因为圣经说到,神和大卫说 将来你的后裔都要坐在你的宝座上永远作王 要掌权,要管理以色列家 就是说到大卫的后裔 所以他的我字代表后裔 就是耶稣就会这样被人懲罰 他说到精力枯干,完全没有力 很多的懲罰,斩头和其他刑罰 那些精力未枯干就死了 但是丁十字架真的是精力枯干,全人都没有力 因为没有血道,所以口很干 所以牙齿就贴在牙床上 即是你的舌头都干了 你的舌头全部是下岳 在死地的尘土,而大卫是没有这样经历的 还有刺透手和脚 全世界是没有一种刑罰 就是将人的手、脚、刺透,钉十字架上 还有分我的外衣 为我女衣抽签 这个也是很详细的 其实他们囚犯未必每个人抽签 为什么呢?又未必分 你想想那些犯罪犯都很离谱 或者很乞衣 谁分她的衣服 但是耶稣的衣服是有人送给她的 所以是漂亮的 很多人跟着她都会照顾好耶稣 把衣服给她 所以他们就把衣服分了 女衣就不能够分了 因为一见过的就抽签了 圣经都将这个细节说出来 因为不是每个人抽签都是这样的 但也说她的衣服是没有了的 好了 这个是一个时间表 似乎是有很多东西 但其实呢 我解释了就不难了 首先 主持人一千年 就是大卫预言耶稣抽签 这个是大卫预言 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抽签 是600多年之后才有钉十字架 就是这么久都没有 是的 那时候才有钉十字架 然后呢 这个波斯人就发明钉十字架 在主持300至400年的时间 他们就发明钉十字架 所以有700年有钉十字架 然后钉十字架至到什么时候呢 是300多年 就是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堡 就是罗马的帝王 他就见到的异象 见到十字架 他就信了耶稣 将基督教列为他的国家 他就将钉十字架的刑罰取消 就是主后300多年 就是说有700年有钉十字架 而这700年 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之后 几百年就没有了 就是这段时间 耶稣就来到钉十字架的 这个就是说主持1000年是预言 六百多年之后才有钉十字架 和钉十字架只有一段时间 好了 这里就讲到一个预言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我一起读一下 曼光之夜话说 我要参见那些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残疼的主缘忽然进入喷电 落弱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 快要来到 这里讲到两样的预言 第一就是说 我要参见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在神面前预备道路 因为我嘛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这个是谁 后来圣经讲到仍然是谁 耶稣 预备道路 施洗若汗 就是圣经讲到将来有一个人 会为他预备道路 就是施洗若汗 而为谁预备道路呢 但这个经文是为谁 为谁 耶和华 所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 耶稣就是神 耶和华 耶和华包括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为一体的真神 他要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很特别 不是为谁 不是为先知 而是为我预备道路 然后你们所寻求的主 在旧日 这个主 这个字 有时有人说 主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 我想告诉大家 犹太人 他读了圣经 读到耶和华 他们是不读的 其实英文圣经 都没有耶和华 这个字 然后 英文圣经 全部写 The Lord 主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犹太人 因为他觉得耶和华 这个名字太尊贵 太尊贵 一读到耶和华 他是读什么呢 我的主 就是 亚维 他们读 亚维 然后他读什么呢 读Adonai 我的主 Adonai 就是主 我的主 亚维 就读到我的主 他说你所寻求的主 就是寻求的神 就会忽然间进入圣殿 这里讲到 神会有一天进入圣殿 其实犹太人有很多 他们是未必熟悉旧约的语言 有些人以为犹太人 当然是很懂 很懂旧约的语言 不是的 有很多 我刚去以色列 一段时间 我见到一个犹太人 我跟他谈 关于以赛耶书 他说 旧约有卷以赛耶 他说有什么有卷叫Isaiah 他都不知道 只是识语 不是一定能识识的 他们听很多是 可能是那些 Rabbi 就是那些 Rabbi 就是那些 Rabbi 就是那些老师 教导 教导 那些 他教什么 听什么 未必真的一卷卷圣经 看 他们都不知道圣经的 旧日的语言 而这里的语言 告诉他们 神是会入圣殿 神会亲自来 而耶稣就是认识的 神会亲自来 神会亲自来 这个圣殿 这就是立约的使者 这个使者 不是一定是天使的意思 就是 负责传递信息 就叫做使者 不是一定是天使的意思 这是立约 跟他立约的 这位就是立新约 跟他立新约 就是你们所仰慕 所等候的主 他会快要来到 所以这里又讲 Roland 神会在哪里有出现 神会在哪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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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在患者 drivers出现 神会在胜殿 在聖殿 tämä竟尖入它的殿 dad 神会在圣殿出现 神会在圣殿出现 在他来的时候 是有圣殿的 好了 我们看历史 主持人将近六百年 所ulevolum 而这个说 不是所 settleUh 這是在以色列國亡 猶大國 他們後來亡國 猶大國亡國的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分裂了以色列北國和南國猶大 北國已經一早亡了 而到這個時候就是南國猶大亡了 猶大亡的時候 他們的聖殿都被拆毀 他們裡面的東西都一早被人拿了 給巴比倫拿了 好了 但是神說 七十年之後 你要回頭 真是後來波斯王 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神推動他 神感動他 他就回來重建聖殿 但是你想想在亡國的時候 回來重建聖殿 和所羅門所建的聖殿有沒有分別 有 一定很大分別 當所羅門建聖殿 有誰在經濟上背後支持他很多 知不知道是誰 大衛 聖經說什麼呢 他說大衛為了預備這個聖殿 因為神告訴他 大衛很想起聖殿 不用了 不用了 因為你有殺人 你有打仗 不可以殺人 即是不可以起聖殿 但是大衛說我建不了 我也要為他預備材料 他就預備了很多 你看看那些數目 是極大的數目 金、銀和各樣的材料 非常多的材料 來建這個聖殿 第二個聖殿 他們在亡國回來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有這麼多材料 沒有 沒有 即是建的聖殿一定跟以前比 真的可以比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哭 因為他們有些人是在生的 因為七十年 有人超過七十歲 有時候小朋友見過以前的聖殿 現在看他會哭 不過有些人就笑 哎呀我們又回到聖殿了 他們又哭又笑 這個聖殿重建 但是聖殿重建不是那麼漂亮 五百多年的時候重建 直至到耶穌來的時候 這個聖殿你猜會怎樣 譬如你想想這間屋 過了五百年 你猜這間屋還會存在 五百年之後 我們用現代材料 有鋼有紅毛荔 應該很硬正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那些舊 一百年的 你敢不敢去買那些屋 譬如有人說 我出賣這間屋 一百年的 一百年 一百年 我當然不買 買一些新的屋 聖殿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神要預備 耶穌來的時候 是進入一個很漂亮的聖殿 那怎麼辦呢 神很特別 使用一個什麼人呢 希律王 希律王是誰呢 就是殺嬰孩那個 當那幾個博士 由東方來到 去找耶穌 因為他們知道 以你的主 由大的王 在這裏出生了 他就問 他又不懂 走去希律王那裏 想到皇帝那裏問 因為皇帝不信 那王是不信神的 他就找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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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里行 希律王 就說 你去找到他之後 回來告訴我 我就去拜他 但其實他想殺他 但那幾個博士 他們知道 在夢中 神告訴他 不要回原位 不要回原路 然後另外走 他們走了 希律王就很生氣 很生氣他做了什麼事 他將八里行 四境 所有的嬰孩 兩歲之內 殺清了 也都應驗了聖經另一個預言 這個預言 又是很特別的 我現在簡簡單的 去講一講 在主前 1998年 主前 1998年 就是雅各 和他太太 他的太太 他的心位是誰 是Rachel 拉傑 那 就去八里行 在八里行的路上 拉傑三 他的兒子 變成雅敏 他就死了 死了 他就將他撞在八里行的路上 和先祖不同 巴拉安 以撒雅各 我們都去過看他的墓 不過當然這個墓 只是一個建築物 做一個假的一座東西 其實我網上 在Facebook 是有的 有一個假的東西 就代表他們的墓 而拉傑的特別是不同的 就是在八里行 我們都去八里行 去到拉傑的墓 是分開了的 拉傑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墓 他就撞在八里行的路上 放在八里行 他就撞在這個路上 然後 後來八里行 的嬰孩被殺 這個是主前一千九百年左右 就是拉傑死了 但是到後來 主前六百年左右 就是先知耶利米 他忽然間說什麼 他講語言 他說 拉傑會哭 因為他的子女不在 拉傑會哭 拉傑已經死了一千三百年 死了一千三百年 會哭嗎 不會哭 他的意思是代表性 拉傑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墓 在以色列的地方的媽媽都會哭 因為他們的子女不在 這就是耶利米所說的 就是他們的子女不在 所以他在哭 這個預言的預言很特別 就是一個忍悔的預言 為什麼忍悔呢 就是他 即是說到拉傑撞在那裏 而剛剛拉傑又撞在那裏 對著巴利行 而將來巴利行的子女就會被殺 就是他的後裔 而奇妙的地方就是 耶利米是用拉傑來哭 但拉傑死了那麼久 所以這個是一個如意 代表以色列人的祖母 以色列人的母親們 見到他的子女被殺 於是在哭 這個就是殺這英孩 就是希律王 這個人 是不是一個好人呢 不是 不是一個好人 等一下我們會看看 他是一個很差的人 來的 這個大家看看 因為他殺他的太太和他的兒子 他一到的誰就殺誰 這麼嚴重 但是神感動他 他就抗奸聖殿 他用的材料是極大 他有些石頭 是好像整個 你們現在這個聚會的單位 這麼大的石頭 那個石頭幾重 是幾百噸重 搬到很高的地方 我給大家看看這些石頭 是很重很重的 但他會用這些材料來建 這就是主持十九年的時候 建這個聖殿 然後耶穌 因為聖經 耶穌說了 將來這個聖殿 沒有石頭 搭在另一塊上面 因為他們拒絕了耶穌 拒絕神所派來的救主 所以神要懲罰 就會將耶路撒冷毀滅 在同一個世代 耶穌被釘是主有三十年 在主有七十年 四十年之後 又到三十年後 所以這個聖殿重建了多久 大家看看 主持十九年至七十 即是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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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八十九年中間 耶穌就來 即是好像特別為祂而設 對 即是祂未來之前 其實到耶穌的時候 還在修理 到耶穌來的時候 還在建 但是後來就毀滅 所以我們看到 整個計劃 就是神預備定 這個聖殿要預備耶穌來 但是一來了之後 沒多久就要毀滅 好了 這裏就是傳言為耶穌 這是另一個圖 張謝惠仙的時間擴大了 主持十九年大衛 大希律 他又叫做大希律 就開始 因為耶穌的時候 有另一個希律 審的時候 有個希律 那個就不是大希律 大希律 是之前 即是已經在耶穌的時候 已經死了 那個大希律 大希律 開始創建聖殿 這個經文我們再讀一次 馬利基書三章一節 萬君之夜惑說 我要猜忍那些事者 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電 立日的事者 就是你們所揚露的 快樂 就是會有猜忍者 在神面前預備道路 你所尋求的主 所尋求的神 因為阿童奈 我的主 其實就是 在舊的聖經 他們讀的時候 就是耶穌說 忽然間進入他的電 即是在聖經出現 他是立日的事者 就是你們所養露的 好了 耶穌呢 為什麼主前四年不降生呢 因為呢 這個功力 即是用耶穌計算功力 就是有一個人 在主耶穌之後幾百年 他就有這種感動 他要將耶穌的出生 計算為全世界的功力 全世界都跟這個力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 有這個功力 就是由耶穌出生開始計算 以及有一個星期七日 也是聖經的方式 即是其實呢 這些都是 聖經影響全世界 譬如還有聖誕節 和復活節 都是 很多人都知道的 這些都是神 在這個世界上的見證 但是可惜這個人 他計算的時候 計算錯了四年左右 即他錯了可能三至五年之間 就是中間的四年 他計算錯了 他計漏了 就用一個歷史事件 計漏了 變成一個計算時間 就錯了 所以耶穌出生 其實就是主前四年左右 所以耶穌釘十字架 他是33歲 釘十字架 再提示四年 即是二十九年 耶穌釘十字架 就是二十九年 到耶穌釘十字架 大約是七四十年的時間 就是一個世代的時間 大希律是什麽人呢? 他殺了三個兒子,妒忌他,堅決他的胃 這只是演戲,這不是真的 這是那時候人們做的像 當然不會做到他空城惡殺 他殺了太太和岳母 因為他覺得他們不好,說話不好 太太就殺了他的媽媽 因為嫉妒耶穌而殺死霸利行四境的男孩 但是神能夠感動他去擴建聖念 你說神的掌權厲害嗎? 神是感動一個猶太人 當時猶太人沒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這樣的權兵可以重建聖念 但是神感動過希律王就有這個權兵 所以我們看到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們需要不需要怕政治 需要不需要怕任何國家的元首 我們需要不需要怕呢? 我們尊重他 聖經講到尊重和順復他們 但是我們不用怕他們 因為我們最大的王寸 萬王之王萬主之之是神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任何一個人 因為神能夠掌管一切 所以當彼拉多審問耶穌的時候 他說為什麼你不回答我的問題? 你知道我有權可以釘你十字架 可以有權釋放你 但是耶穌怎麼回答? 他說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你斷會有權並辦我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你沒有權去辦我 所以看到神是掌管一切 所以我們聽從那個是萬王之王 超越全世界的所有領袖 這位王呢 他是能夠保守我們 是能夠祝福我們的 這些就是那些石頭 這塊石頭六百噸 你看到一六五五年 一塊 不是一塊都六百噸 即是有幾十噸 但這塊是屬於大塊的 這塊是六百噸 這塊你看 很多的石頭是非常大的 你看從這裏到樓梯那裏 一塊石頭來的 那這塊石頭 你想一下 就是你想一下 它是三層 即是長闊高的 立體的 立體的 那你這樣想的時候 真的那個重量 真的幾大 你看 四萬台不能起 一人拿著一個角 行不行 不行 真的極重極重 好了 這裏又另外一個語言 就是講到耶穌被釘之後 跟著耶路撒冷就毀滅 還有一路打仗 到底現在我們經常聽到 打仗最多是哪裏呢 聚尼亞 聚尼亞 就是中東的地方 這個 即是 周圍的國家 一路跟以色列 是一路有戰爭 而聚尼亞是另外它自己內政的問題 但是很多這些中東的戰爭 都是一路發生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大約書》 九章二十五節 有些我們比較新的人 可能對他們來說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就是《舊約聖經》裡面的語言 雖然 你不明白 但簡單 你記得幾件事 第一句語言 預言到耶穌手腳被釘穿 衣服被分了 底衣服被抽籤 第二個語言 就是講到耶穌神 忽然在聖殿出現 而這個語言 就是講定時間 幾多年幾多年 以後耶穌會來 以後耶路撒冷毀滅 然後就會一路打仗到底 你這樣記就會簡單些 就是他預言到耶穌幾時來 和來了之後有什麼發生 一起讀一下 你都知道 當明白 從出來 重新建造耶穌山 直到有受窩困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加大的時候 有六十二年級大學 都必重新建造 過了六十二個七 那受功者必備剪除 一無所有 必有一惡的聞來毀滅者 成何勝所 至終必如洪水沖滅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 風涼的死經 定了 很多人看詩詩 未必留心去這樣看的 那我感謝神 當我起初信耶穌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研究 知道神是真的 那我起初的時候 不是那麼知道那麼多證據 但有一次我去到書局 神就讓我看到一本叫聖經手冊 當時買的是十多元 現在是 我不知道 百多元 即是你想想多久之前 當時大約 我信主的時候大約七零年 就是 之後可能 一段時間我買的 好了 那麼 我看到裡面有一部分 就是講到 舊約關於耶穌的語言 那我就 買一本書回去 我就 逐個語言 逐個語言 鐵聖經看的 其中是這個語言 逐個逐個研究 然後我就看得到 聖經真的是 神的說話 很準確的語言 神給我這種學習的心目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目 好啊 我真的 是用很多時間去研究 去慢慢看 我不是說 別人說信我就信 我是慢慢研究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神呢 所以我現在是很肯定 後來我就經歷聖靈 又經歷到神真實的工作 那時候 我一方面是客觀的證據 另一方面是我經歷聖靈的證據 我知道神是真實的 還有我本身經歷神很多工作 好了 我簡單去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 從出命令重新建立耶路撒冷 大家先記得 就是 巴比倫來到 將耶路撒冷毀滅了 然後 神就說 七十年之後你回去 從出命令重新建立耶路撒冷 直到這個受高軍 受高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舊約的時候 有三種身份是高立的 一個就是和 什麼叫高立呢 就是會有先知或者祭師 用貴重的高油 這些貴重的高油 在舊約聖經講明 普通人不可以製造 你可以跟著那個方程式去製造 如果有人製造 是要判死刑的 因為這個是屬神的高油 是的 那就是祭師或者先知 他就有這個高油 然後就會有這個君王 神要立他 他就會倒在他頭上來高立他 這是第一個是黃 第二就是祭師 第三就是先知 這三個身份都會被高立 所以他們稱為受高者 而耶穌三個身份都有 祂是萬黃之王 祂是祭師 祂也是祭物 祂是被獻上的祭物 祂也是先知 祂說神的說話 祂也是有很強的先知性 你有沒有發覺他跟很多人說的說話 譬如那個薩瑪利亞的婦人 你以前有五個丈夫 現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跟蘭旦葉說 你在無花果樹下我已經看到你了 因為當時他在無花果樹下 可能在祈禱 耶穌已經看見她 撒乾 立即叫他名字 你下來吧 看得見耶穌是有這種能力 譬如他跟耶穌說 不是 跟彼得說 今天你要三次否認我 他知道他今天要三次否認我 說定地 彼得聽 我因為祈禱 叫你不至於失利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大兄 那彼得要醒 誰不知彼得多人醒 都是照樣 照樣討言三次 因為到時太害怕了 真的羅馬兵在那裡 真的抓了耶穌進去 因為他真的很害怕 那時候他不知覺 就否認了耶穌 但是神早就知道 到了那些雞叫他就醒了 他才知道我已經否認了耶穌 好了 春美麗重新見到耶路山 直到基督 這個受公者 就是 舊約 那個字就是 Messiah Messiah 尼塞牙 受公者這個字就是 尼塞牙 那個字 尼塞牙 但是這個受公者 因為他三個身份都有 他也是 君王 還有什麼 祭師 善治 一起說 君王 君王 祭師 善治 這就是受公者 就是基督 新約 希臘文就是 Christos 就是基督 Christ 基督出現的時候 有7.7和62.7 那這個加上多少呢 7加62是多少 69 69乘7 那你用縮選是什麼 69乘7 就是70乘7 然後減7 70乘7就是490 減7就是483 那這個稍後我們給大家看 就是483年 他說 到了受公軍的時候 有483年 他在加拿大墓的時候 耶路撒冷年間大河都必重新建造 因為建造的時候 是什麼情況 是他們被惹 亡國 亡國之後 波師王讓他們回去 讓他們回去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重建 但是這個是加拿大墓的時候 將耶路撒冷年間大河 他們 就是因為有水 通道在裡面 可以讓他們喝水 他說 也要重新建造 由过了六十二的七之后 受高者就必被剪除了 哇 很特别啊 这个是受高者哦 神所预备的受高者 被剪除哦 这个预言就很特别了 所以有听犹太人 有些基督徒跟我说 你知道旧约说了 基督要被杀的 还有他会担当我们的罪业啊 因为他受的边伤我们得医治啊 因为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到平安啊 得到赦罪啊 他说这些是新的圣经讲的 即是基督徒讲的 不是你们的圣经 是旧约的圣经讲的啊 这个旧约的圣经讲的是什么呢 基督是要被剪除 即是什么呢 被杀死 一无所有啊 然后呢 杀死之后有什么发生啊 有一黄的文来毁灭这个城 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 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这么说 他说这些旧约知呢 就是自己发了风 作一些东西出来的 后来应验了呢 就说 你看神的说话 有些人这么说的 你看神的说话 你看自己自己作的 作作完 但你想想 犹太人会说 我们的首都被人毁灭 我们的基督被人杀死 就是你不会这样说的 对不对 就是好像中国人不会说 就是中国人不会说 我们的首都被人毁灭 就是不会这样写的 但是呢 这里呢 就说这个基督就被人杀死 和耶路撒冷被毁灭 而且这一套打仗到底 你是不是惨不惨啊 打仗到底啊 其实经常都会听到这些恐怖的恐吓啊 真是炸啊 各样的东西 这里总括来说 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明耶稣来 何时来 然后他被杀死 杀死之后呢 这个城就被毁灭 一直打仗到底 几样东西 第一 耶稣何时来 跟我一起说 耶稣何时来 第二 耶稣来之后被人杀死 耶稣来之后被人杀死 然后毁灭圣城和圣所 然后毁灭圣城和圣所 就是打仗到底 打仗 这个预言是很简单的 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两节而已 讲完四样东西出来 是非常详细 将这个情况很清楚地说出来 我希望大家的心有心装在 回家慢慢看 慢慢思想 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权柄 譬如我们今天为人祈祷 佛又得意志 又赶鬼 又经历圣灵的平安 安慰 我们看到神的真实 我们都看到 圣经那种真实 我们就说 神啊你是真神 阿们 既然是真神 我就跟上你了 阿们 不跟从神的地方 神一定知道的 这里有个图 有个图给大家看 这个计算时间 我就是用主前457年 就是以色拉回去的时候 因为在以色拉记 九章九节一起读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收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最佑大和耶路撒 有个图 其实以色拉回去主要是建圣殿的 和带人回去 但是他里面有提到一句 就是他会重建耶路撒的城门 主要的城门是后来的尼希米建的 尼希米就不是以色拉建的 不过可能以色拉 他起了圣殿 他也开始建一些城墙 可能的 所以他就说到这件事 所以如果用这个计算 由主前457年 至我所说的主后26年 耶稣受功就是他30岁 对不对 因为这先说的日历 是计错了多少年 四年 所以30年就是26 对不对 好受功 好了 大家计一计 457加26 你自己计一计 6加7是多少 480年 6加7就是13 5加2就是7 加1加8 483年 就是由那时到那时 483年 就是耶稣来的时间 圣经是很清楚地说了 耶稣来的时间 就是受高的时候 你看到图里受高 这个圣灵高纳他 受洗 然后圣灵高纳他 然后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然后主要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灭 由一路打仗到现在 还有一路以后 因为其实呢 大家知道呢 这个整天打的宗教 他们有一个思想 就是要将犹太人全国杀上 还有其实将全世界都 降伏在他们的宗教之下 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力 就是 所以他们一路会打 一路会打 总之他们有存在 他们都会打的 有很多可能住在一些和平的国家 他们就不会 就是好像有什么行动 但是他们私下都会有这样的行动 因为在《可南经》里面有说到这些 这些我们就会看到了 在中东的地方 经常都是这样炸的 很多这样的恐怖的活动 这些也都是他们的 总之这个代表 这个不是真是火箭来的 这个是代表性的 也都是这些训练营的 很多 甚至在美国里面也有的 他们就是 因为宗教时有 但是他们的训练人 是不让外人看的 他们里面是有很多这些 训练的恐怖的活动 其中一个就是 他们的兴起小朋友 从小时候告诉他们 你杀了人 你将来上天堂 他们会这样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小时候就会想着 我被人杀死 我就上天堂了 我杀死人 他杀死人 他就会上天堂 就是他 启示录九十五字一起读 一起读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君有二民是二亿 就是将来有很多的残杀 而呢 他又说到 这个是伯拉大河过来的 其实呢 圣经又说到另一样 就是日出之地 日出之地的众王 都会一起来打仗 跟以色列神的子民去打仗 这里其中说到的丁 是有二亿那么多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政治的情况呢 政治的情况呢 那我不说出来 政治的情况 我们看到那个 温力是加强得很厉害的 还有那个 其实周围都是的 我们看到北韩 北韩很厉害的 北韩很厉害的 周围都处备很多 很高 高科技的武器 这些武器呢 根本将全世界 炸均匀了 很多次都可以的了 已经够了有权了 很多次了 我们看到 其实将来的日子 会有很多的争战 不过我们不用怕 因为神是 神是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的 就是说什么呢 有些人就说 就是有些人会这么说 这些遗言是后来没有写的 怎么回答他呢 很简单 因为耶稣之前有圣言 是历史的事实 没有人否认 历史家从来没有人否认 因为这个已经有古迹在里 我去到耶路撒冷 有一个哭场 就是这个 耶路撒冷的圣见 唯一的地方就是哭场 这里就是犹太人 很多犹太人 你去到会看到 很多犹太人都祈祷 然后上面呢 就是清真寺 那里就是 就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然后这个 下面那里 哭场 在男人的部分 分了男和女 是不同的 男一部分是不同的 它有门进去的 门进去是一个建筑物的 那里面就走到有些玻璃 那些玻璃呢 你望上去 很深的 就是有 很深的 看看有多深 我想是 可能有 就是总之有很多层楼 那么深 下面是一路的石 一层一层的 就是说呢 现在的圣殿 其实是建造在以前的 就是 其实呢 重建圣殿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 就是以前的 舊子上高建造上去 这个圣殿呢 不是说它 在建的时候 就是将旧的链链链链的 是旧的 已经在那里 而看到那些石 是很漂亮的 在下面 一层一层在那里 又在建筑上面 那里 就看到了 一早已经有圣殿 就是在耶稣之前 已经有圣经 有圣殿 所以呢 圣经不是耶稣之后写 因为有些人就说 这个旧的圆 是之后写的 是保写的 但其实 应验了才写的 其实不是的 一早已经有的 在耶稣之前 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是一个模型 画出来的 画出来就是 这个旧日的圣殿 我们一起读一读 这些预言 未有得十字架 预言主得十字架 预言主这幅被人长谅 不是常例 神忽然进入圣殿 希律修炼十五年 主降生 出灵重建圣 至主被杀 四百代三年 主被杀后 内人来鬼 圣成和圣所 圣成就会有 真战到底 中东战争 这个广告就是什么 未有得十字架 圣经已经预言了 即那时未有得十字架 这个广告 还有讲明那些三被人分 三被人分的很特别 全世界的刑法 通常公开的都是穿衣 通常是穿衣 没有刑法 是脱了衣 但是钉十字架是脱衣 而且不是每个人 钉十字架的衣服都会分 但耶稣的衣服是漂亮 所以会被人分 然后呢 神会忽然进入圣殿 而希律 起了圣殿十五年 他其实起了后起了后起 然后主耶稣降生 好像真的他不来之前 再迟些已经赶不及了 如果再迟些欺怒还 再迟些起 就赶不及了 但是呢 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圣殿 但是呢 在那时候是挺好圣殿 所以那些门徒就说 你看这些石头多漂亮 但耶稣说 这些石头一块都不会搭 在另一块上面 然后出命令重建耶路撒 耶稣被杀 483年 对不起 这个写错了 直到主耶稣受高 主耶稣受高 是483年 然后被杀之后呢 那些外人呢 就在黄的民连 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和圣城呢 就会有争战到底 就是这个中东战争 就是圣经有颜度这些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圣经颜言这么多东西 就是你的生命神都知道了 他知道谁听话 谁不听话 他知道你听话有多少成 你越听话那些 神越提升你 其实我近来很多事发生 我真的看到神的提升 神的祝福 神为我开路 甚至一些人都收到信息 那我这些不是夸耀 而只是说 神真的为你开路 譬如其中一样 就是有不同的人 一个就是关姐妹 另外我去到荷兰的姐妹 他在听我的信息的时候 他就收到这句 他说这个是母的爱子 你要跟他负责 而这个事后来我又说回 就是这个关姐妹 上天堂的时候 看到我的赏赐记录冊 记录我的赏赐 上面有包金的 还有写着我的爱子 后来我又说回 你又说到这个事 让神现在感动一些人 和我们配合 去推动复兴 那么多人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你听神的话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你想你的生命得福吗? 神 我们对于前度 我们有把握的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把握的 我们没有把握的 神有 所以你听神的话 譬如我们中间年轻人 你读书有没有把握 你一定读得好吗? 没有把握 但是你听神的话 那你听神的话 读书觉得好一点吗? 你听神的话 你都读书 但是神会给你聪明智慧 我真的读书的时候 神给我额外的聪明智慧 读得好 神给我不是我自己 够好 是神给我这种额外的聪明智慧 让我学得好 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那么聪明的时候 我们就跟从神了 当你看到神的预言那么准确 你会不会 好像这两个人 哇 神那么真 哇 神那么好 神那么大能 神会不会这样反应 哇 我希望你真心每天都这样说 一起身 神真的很大能 神真的很有能力 神真的很有能力 祂真的掌握在一起 我真的完全跟上神的说话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你这样的时候 神就喜悦你 神就为你如明神的开道 我刚刚在这个时段 我刚刚认识了一位 很有先知性的恩怡的人 是神感动他 他说不知为什么 再上个星期四 他忽然看到我 从他看我的影片 他越看越觉得很好 而且很适合他的方向 他现在来说 他的感动就是 和他的一些团队 和我们配合 神会将一些人 和我们同心的一齐配合 让我们能够更大 去扩展神的工作 他为我们服侍土局 都很好 将来有机会 我会带他来 和你们都可以去找他 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这个就是 耶稣的说话 是我一生的方向 我们看这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照神的意思 耶稣也是这样 耶稣不是照他的意思 耶稣是照神的意思 耶稣是奇妙的测事 有些圣经中分开 奇妙 他是很奇妙的 他也是测事 什么叫测事呢 就是军师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试过 一些朋友做你的军师 喂 你出猫 可能你未知道 有些军师是否一定是准确的 不是 有时候军师 你不要跟他 跟他很不够 但是神这个军师是最好最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知道他是军师 最好的军师 他的计划是最完美 和有能力成就 一起读一下 他的智慧无法策道 疲乏的他自来 愿有的他家人 你不够你不要紧 你不够聪明智慧不要紧 我们中间有些小朋友觉得 哎呀我读书不够呢 我给神会给你聪明智慧 譬如我这样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 我是23岁 通常人学英文 他的第一语言 说得最好 是十岁之前 在一个讲英文的国家 但是我是23岁 其实我认识了很多人 十多岁去到外国 他们讲英文始终都说得不好 但是我23岁 我讲了很多人 甚至有些人觉得 我很接近 在当地的人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能够有神给你的智慧 因为他有能力 你读书 神会给你聪明智慧 我去到考神学院的时候 那个秘书告诉我 他说你知不知道 你考任何事 考英文 每个人都要考 那些外国人都要考 他们本身是讲英文的 你考得很好 是什么 我是第一名的 教华 你就是主 神可以给你聪明智慧 是超越本地的人 还有你全心跟从神 你就有把握 下面一路 你一起读一下 你若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界明 以我华就speech 作手不作理 但居上不居下 好吗 好 你是会成为领袖 你居上你会有能力 你听话就是 千万不要惊我 不要说我好厉害 我好厉害 不要这样想 而是说我是不配的 是神给我的 这样你有个谦卑的心 神会束缚你的 基督徒有些错不方向 不是过基督徒是对的 有些基督徒是听到睡觉的 有些是残暴的狼 扮作羊 残暴的狼 扮作羊 有些是为了钱 有些是贪爱世界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贪爱世界 有没有有时听到在睡觉 有没有有时在为了钱 或者是里面都有一些 弄一下人 好像残暴的狼 去搞一下人 笑一下人 去玩一下他 这些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 是一个东西 不能走鸡 不能逃脱 你养鸡就知道 养鸡 你知道 如果那些鸡不是你养 它会走的 但是你养鸡 你晚上不开门 它会敲门 我见过 鸡爪爪爪爪爪爪爪门 要你开门 让它睡觉 它习惯了地方 它要睡觉 还有它搬鸡 就是这样 我看它搬鸡 去到非洲 搬去那里 去那里 就会在那里 适应一轮 那一晚就不是睡得那么好 然后第二晚 他就开始 形容他家 即是 鸡会回家 不过那些鸡 不是属于你 它会走鸡 但是我想问你 在神的面前 你可不可以走鸡 不可以 有没有一个人说 我不看神的话 但是 我一样可以得到很多祝福 不可以的 你想得到祝福 由你小时候 你越小 你越听话越好 你将来读书 会有聪明智慧 你每天都祈祷神 让我聪明智慧 你知道很多人祈祷 他们见到耶稣 我不是说 你每人都见到耶稣 有人可能见到耶稣 听到神的声音 有神的意念 带着你 可能你家里有很多问题 我记得 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 我说 神啊 求你叫我家里 不要常常吵架 因为那时候我家常吵架 神是一步一步祝福 一步一步加力量给我 神是定义祝福 我希望大家深信 你的生命无论读书 你可以读得更好 你的造工 神会给你聪明智慧 那时候 我们黄仁书院 我曾经是 在恒生银行去黄仁书院 招我们找人 有招你啊 是找人去做工作 那我那时候 我就以为 就是 如何呢 试试 那时候我还没有把握 那时候还没有算耶稣 正在 form 5 那他就选了 就是有20个人报名 就是有 form 5 和 form 6 那结果呢 是请了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一个是我 哇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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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当我一考 这个会考 成绩好 可以又回完 我立刻辞职 哦 即是收成绩的 是的 我真的正绩 我可以继续做工作 我真的是水泡来的 就是你读不到书 去做工 是啊 不过我感谢神 如果我在我做 就不行了 但是呢 我感谢神 由我出回来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神的祝福呢 你凡事都会做得好 阿们 无论读书 做工 前路 或者是你将来的配偶 神为你预备你 你看我太太 各方面都好好的 哈哈哈 阿祖恩呢 跟她同事呢 就知道 多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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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大家知道 原来神会给最好的给你 是啊 当你听话的时候 你不听话 很多人家里又闹牢 又没有钱 又各样东西 有些招徒 又没有朋友 又不开心 又吃精神 又都有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呢 是因为他没有行神 我想问大家 你想不去行神 就算是你的小朋友 只要神掌管一切 因为你才留了很多 就是神一早预言了 将来的东西 都说定了 如果神掌管一切 你想去听耶稣的话 听完耶稣的话 以后都信耶稣 不只是信我 有些人同样都信耶稣 我听耶稣的话 每天多些祈祷 多些赞美 神耶稣叫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有几个愿意的 我真的做什么 神就祝福我 凡事都祝福我 我希望大家都跟从神 好 这就算了 很多人都举手 好了 放下手 我想说 我最后结束 就是当我听耶稣的话 神很多样的祝福 我差不多撞车 车会十一声转了去 我以为情情是撞的 很近很近 我是飞机 我一次乘飞州宣教 我计错时间 我认识 怎知飞机走了 我就祈祷 他就说 你要再买个机票 但是呢 我祈祷 后来我叫他 麻烦你打个电话 他打个电话 很惊讶 我飞机回来转头 我问那些人 他说 因为飞机飞不起 所以他回来转头 所以他回来转头 神会做些这样的事 亦都是我预备很好的太太 还有我66岁 但我不用戴老花眼镜 你看有没有人66岁 不用戴老花眼镜 还有说话声音 有些人说 有些人跟我接电话 他说声音很年轻的 所以你听耶稣说 神真的要让都帮你的 我说声音都讲得好 耶稣说得好 彈琴就坦得好 彈琴都坦得好 彈琴都坦得好 shed hall 阿虎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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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的人员 然后四周都有好朋友 我想你们每个人都可以 你听耶稣话 就每个人都可以 我们一起起床 耶稣我愿意听你话 我跟着你 我一听你的话 神就祝福我 多谢天父 你自己跟耶稣说 你自己跟耶稣说 我给大家安静半分钟 你跟耶稣说 神我真的愿意跟你的路 你是愿意跟的 你就跟耶稣说 耶稣我愿意跟你 你这么真 我愿意跟你 我愿意悔改 真信耶稣 我愿意求耶稣赏免我 我愿意听话 整天赞给神 遵从耶稣吩咐 做了耶稣吩咐我所做的事 神一定祝福我的生命 神一定提升我的生命 赐给我的能力 这一会儿我给大家 你就是跟耶稣说的 你真心说 我不是跟我 不是念口 我真心说 神就会听你的徒告 你真心说 神我没有把握 我持无把握 但你有把握 我将我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想想想 有什么地方 你给耶稣奖盘 你跟耶稣说 大家跟我一起去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你是有真有活的神 你是掌管一切的 你掌管历史 你掌管历史 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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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准确 真的在历史上应验 真的在历史上应验 我们又看到圣经的预言 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 非常详细 非常详细 都一一清楚的寓言 讓我們知道 聖經是神的說話 是萬王之王的說話 當我們跟從神 我們就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美 神祢會大大提前我們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讀書 祝福我們造工 祝福我們有好的人員 祝福我們經濟 祝福我們前面的路 我們的戀愛婚姻 都在神的計劃之中 主要我們願意聽你的說話 願意愛你 親近你 遵從你 走你的路 神是一定祝福的 我將耶穌放在手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是全能的 神是今世耶穌 耶穌掌管我的生命 是最不好的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唯有終餐會給舉 為以重餐會給舉 ζ 為以重餐會給舉 是最好的 製作人 神是上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